問師傅益生菌可以吃嗎 益生菌 益生菌 你说呢 他是这样 活在世的时候 很多笔就是有神通的 有神通 他喝水的时候 他用神通力看那个水 就很多丑 因为每个水都有很多细菌 他用神通力 就比较就不敢喝水了 那他不敢喝水就渴死了 就跟佛陀报告 佛陀说以后喝水 你不能用神通力看 用肉眼看 用肉眼去看 要不然你弄了 你连水都不敢喝了 还有一件事 我在世的时候 厕所很脏 叫一个比丘去扫厕所 那这个比丘的神通力看 哎呀这个戏剧里面很多煤剧 不敢扫 我都说我叫你去扫厕所 我没有叫你伤害众生 我叫你去扫厕所 你们听懂吗 听不懂 我讲那么清楚你们还听不懂 你不要打太多妄想 就是说 你一定要喝水嘛 是吧 你喝水的时候 你如果想说这水中有虫 你这杯水就暂时先不要喝了 如果你已经想这水有虫 那就先不要喝了 等到你不这样想的时候再喝吧 如果你确定有虫 你真的不能喝啊 因为你伤害慈悲心啊 你明知故患啊 比如说这杯水可能有虫哦 你就不能喝了 这杯水你就暂时不要喝了 等到你恢复正常再喝 因为你要保护你的慈悲心啊 关键在这儿 我们很难去弄得很干净啊 比方说你吃蔬菜 这个蔬菜 他要去喷荣药啊 是吧 很多人是去扫荣药 我没叫你扫 他去扫了 这个也算到我们身上了 但是你不能造太重的生死业 故意的东西特别重 有些东西 其实我们在说佛世界活一天啊 其实你想一想 你很难干干净净啊 供业吧 是吧 除非你自己种菜 是吧 但是你都把精神顶下去种菜了 就糟了 所以我们很难百分之百干净了 但至少 在你能够控制的范围 所以菩萨界啊 凡事尽心尽力 成败交给业力啊 他要的是你那种尽心尽力 绝不放弃啊 因为你活在众生的供业里面 你很难离情所积啊 大家的业照的这么重 你只能够相对干净了